10月10日,有网友发布视频,称自己17岁的儿子在所就读的河南洛阳一阳县第二高级中学,参加早操后猝死。 这位母亲称,儿子小张今年读高三,10月6日那天正常去学校,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猝死的情况。 这位母亲提供的病例显示,10月7日约7045分,小张无明显又因出现呼吸,心跳骤停。 120接警后,于85分将小张送到抢救室。 体检显示,小张身高170厘米,体重60公斤。 到医院后,脸色苍白,全身湿冷。 该母亲质疑,学校方在拨打120后,到救护车到来的十几分钟内,现场人员未进行有效抢救。 10月11日,肖香晨报记者联系了一阳县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目前事件还在调查中,公安部门也已经介入了。 至于孩子死亡原因,在调查之后会向家属反馈。